我是陈建勇,欢迎收看建勇地产贷款培训 这是第一集的《华盛顿DC贷款执照法》系列视频 第一集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如何申请华盛顿DC District of Columbia贷款执照 要申请DC贷款执照就要完成以下的条件 到NMLS网站登记个账户并且取得独特的识别码 Unique Identifier 一般要提供个人身份信息,例如你的住址,现任雇主,学历等等 如果你已经拥有其他州执照,就不需要完成这一步 完成20个小时执照前课程 这20个小时必须包括3个小时的DC贷款执照法 如果你想观看全美统一的NMLS贷款课程视频 请点击右上角的28集从零开始贷款执照考试准备系列视频 你报名20个小时课程的网站会直接把证书上传到NMLS的网站 Description里面有这个网址的链接 如果你已经拥有其他州执照,那你就不需要重新考试 你只需要完成3个小时的执照前课程 看完28集之后,请继续看18集的贷款执照考试练习题系列视频 然后在NMLS的网站报名参加考试 在NMLS定信用报告以及指模 做指模不需要在DC,你可以再靠近你住家做 然后支付相关申请费用 不需是公民或者是绿卡,但是必须是合法的工作身份 必须事先找到雇主赞助,执照才能通过 DC不发Approove Inactive的执照 你可以点击以下的链接去看下一集 下回见